欢迎收看九点换日线 我是吴雨淑 国民党的高雄市长候选人 韩国瑜身世蛮惊人的 而高雄也陷入了激烈的蓝绿对决 韩国瑜气质出众的女儿韩冰 则是北上接受了东森的独家征访 他透露说 妈妈每天都叮咛韩国瑜是人不是神 也长炖鸡汤让爸爸补身体 黑色背心黑色短裤笑容可举 韩国瑜大女儿韩冰男的现身 果然气质出众 这是他一年多来首次接受媒体专访 这个旋风起来真的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但是我们还是步步为营 因为我们也很担心说 被过度造神 所以像我妈妈回家 每天都跟她说 你是人哦 你是人 她说废话我当然是人啊 她说不是不是 你不能让自己被升格化 你要记得自己当初的初衷 就是一步一脚印替高雄人民做事 高雄这场选战打得异常激烈 家人的贴心叮咛 成了韩国瑜能够坚持至今的主要力量 而她的身体状况更是太太女儿 最不敢轻忽的地方 我觉得那是压力啦 然后加上行程太慢 所以没有时间吃东西 有有有妈妈有就是 比如说出门前喝个鸡汤啊 或者是说晚上的时候再吃 因为其实有时候中间休息空档来不及 是真的 对 太匆忙了 很心疼啊 很心疼 韩冰谦称自己在选举团队中只是打杂 但对韩国瑜来说 女儿在团队中自然能对她发挥一种稳定的力量 或者说当一个沟通的桥梁 因为可能有一些观念她不太了解 或者说有些人比较不敢跟她讲 那我跟她讲会比较快一点 我们全力以赴希望可以当选 但是如果落选的话 我会希望她可以休息一阵子 谁输谁赢难以预料 韩冰队胜负当然在意 但人生短短几个秋平安健康 才是她对爸爸最深的挂念 东森新闻蔡景仁张清俊在台北报道 另外韩国瑜的太太李嘉芬 今天早上也是到电台去录广播节目 她提到其实当初全家人都反对韩国瑜参选 但就是女儿说再让她任性一次吧 所以才转念支持的 不过看到的先生投入选战 体重从68公斤降到了62 暴瘦6公斤 行程排满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相当心疼 后来女儿跟我说了一句 说妈算了 我看我们别坚持了 她都60了 你就让她人生就再任性一次 李嘉芬提到 当初先生韩国瑜参选 全家人都不赞成 最后因为女儿一句话才转念支持 后来看到韩国瑜投入选战 整个人暴瘦至少6公斤 体重从68瘦到62公斤 等于是一口气几个月之内奏降 我就觉得很好奇 我才会跟去看 去看了以后我发现不得了 那个行程是从早到晚 连吃饭时间都没有 我后来就告诉他们这些 我就帮他们安排行程的人 我说你们可以这样折腾他吗 担心先生身体状况 李嘉芬也决定助选帮忙分担 我其实很怕他被神格化 真的哦 是 我觉得我常会回去 所以我回到家里 我是 你是人哦 他就讲废话 我说你是人哦 我每天都要把他打回人间这样 谈起韩国瑜高唱夜席 掀起军歌风潮 他笑说当年韩国瑜追他时 就是把夜席当情歌唱 我也不知道会为什么 就走着走着 就开始唱起这首歌来 我不晓得会不会这首歌 会不会现在变成 现在很多年轻人拿来 追求女朋友的 真的是差点三振 随着选战将近 李嘉芬甚至拍影片 来叙述自己眼中的韩国瑜 他其实很纯真 很像个小孩 可是他是一个看问题跟思考问题 是一个广度跟深度也很够的人 一个复杂的脑 单纯的心 不像韩国瑜高唱军歌激励人心 李嘉芬出面走温情牌 希望能帮忙打动选民 我敢说 他是一个在台湾政坛里面 相当少有的 干净又有能力的人 东森新闻杨一平潘银章 领军访台北报道 而在韩国瑜的最新竞选广告当中 有一位北漂的高雄女孩 吴上华 他说爷爷过世的时候 来不及见他最后一面 但这一段引起两极评价 有人愿认为相当感人 但有求贫就批评 利用家人的过世助选 是不效的行为 同时他也被起底了 原来是富邦汉将的 啦啦队员安妮 还上过对岸的节目 而对此富邦汉将表示 这是安妮的个人行为 不代表球团的立场 至于来不及见爷爷 最后一面是不是公司不准 他请桑架还要厘清 如果是真的 那就违反了牢基法 最大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爷爷跟奶奶 过世的时候 我都在台北 我事情门完一段落之后 然后才回去 回去的时候 就是已经 爷爷已经走了 韩国人竞选广告 高雄女孩无上话 倾诉这些年北漂心情 我还是很爱他们 然后很想他们 做好自己该做的 然后让他们可以为我感到骄傲 边哭边说 影片内容让不少汉分感动 但也招来嘲讽 本专二稿图片 说当阿公阿嬷过世 就说很忙不能回家 但韩岛要选举 却能回高雄 无上话也被起底 是富邦汉将啦啦队员安妮 过去一段亲生影片 无上话妈妈亲手捧着蛋糕 对比北漂影片 仿佛重现竞选影片中的母女合体 但早在三年前 当时还是学生的无上话 还现身中国大陆节目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无上华 被抓包纤细飘 才北漂工作 身份经历都被放大检视 竞选影片导演也赶紧 跳出来澄清 不知道爷爷什么时候 可能就会离开 那爷爷离开的当下 他还必须要 放下手边的事情 搭一段车程 才能够回到家乡 所以他是错过 跟爷爷告别的这种心情 是很难受的 导演温情喊话 不过球评石民警 在脸书批评 每个人都可能有困难的时刻 但把亲人的离去 当成替别人竞选的手段 才是真的不孝 比名人渣文本的周伟航 也在脸书写下 这种生死大事 除非你自己觉得不重要 对此富邦球团 表示这是安妮个人行为 不代表富邦球团立场 一支竞选影片 迎来轩然大波 但温馨诉求 已让不少人陪着掉眼泪 德行文生活中心 综合报道 靠着新浪发炎 而走红的鸡排妹 今年的选举 她又出现了 因为来参加政论节目 她来评论高雄市的选情 鸡排妹直言 她看好陈其迈会当选 因为她觉得 韩国瑜的政见 空洞不切实际 像是直销大会 看她那些支持者的那种 热情啊 回应啊 甚至网路上那些 韩粉的那种勇促 我想说奇怪 不对不对 这一定有看过 这一定有看过 到底哪里 我今天笑 我终于想到了 就是直销大会 鸡排妹一开口 就说韩国瑜的政见 像直销大会再洗脑 鸡排妹上争论节目 火力全开 毫不保留 韩国瑜有说一句 我提出来的政见 大家都说 不实际嘛 我抹黑嘛 他讲到一句 这句话我真的有抄起来 真的是足字稿 听起来很抽象 但这代表决心 这不就是X话吗 鸡排妹再说一遍 韩国瑜的政见 空洞不切实际 她看好陈其迈会当选 辛辣的发言 也激起网友论战 又要呛他就是想红 也有人说他讲得很实际 你有九成以上的时间 都在讲柯文哲 怎样柯文哲做不好 所以要换我 没有 有九成 你一直在讲柯文哲 我多半的时间都在听 我一开始 我一开始就讲千年诸卷 你就讲了一两句而已 鸡排妹直接笑姚文志 只会酸柯文哲 还笑姚文志 民调很低 让姚文志在现场哭笑不得 鸡排妹反正是网红 有话直说 他也不怕得罪人 台南是 跟谁 不记得 反正那种支持率很低的 我通常不会记得 高思伯 跟那个陈学胜 对 但是他也是 存在感很低 存在感很低 陈学胜和高思伯 躺着也中枪 鸡排妹无厘头的发言 网路点阅率非常高 怎样吸睛就怎么说 这就是鸡排妹 东方餐尖宛娃娱乐中心 综合报道 高雄市长只能说 选情实在太紧绷了 所以民进党的高雄市长候选人 陈其迈 他也把握了最后的时间 希望可以扫完 38个行政区 而在今天也来到了 燕潮桥头 因为过去 这边是绿营大本营 陈其迈还是把握最后的机会 跟民众一一问好 只是一连几天扫街 他笑说自己也变瘦了 皮带要多扣两格才行 一早扫街车队从燕潮出发 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 陈其迈把握时间 深入小巷 和民众一一问好 有人挥舞旗帜 有人释放烟火或鞭炮 也有民众站两排 伸长手比出胜利V手势 甚至有人太兴奋 坐视往前 车队驾驶很贴心 放慢速度 陈其迈弯下身子亲切握手 扫街行程马不停蹄 从燕潮桥头到永安 中午休息时间 和民众一起用餐 人家行程很敢 只是连吃饭都像打仗 陈其迈十分钟内吃完 因为行程满党 选前要扫完高雄38个行政区 每天忙到几乎只吃一餐 销售不少 你那时候就说掉两格 现在是又再更瘦了 没有啦 掉两格啦 我总共是 掉四个爱得了 有五公斤 应该差不多 为了选民辛苦都是值得的 就像他的双手有多少抓痕 就代表民众有多热切的期盼 扫街车队一路前进到岡山 沿路都能看见群众欢迎 还有机车骑士停红灯巧遇 高举双手比叶 只差没跳起来 就这样就说好 太热情了 选民太热情了 选民太热情了 还好啦 还好啦 小事啦 小事啦 机场有没有做什么反应呢 小事啦 就这样抬着手就不会 好 高雄市场选情紧绷 陈其迈不忘幽默一下 但回过头继续扫街 不管是铁杆深绿 还是蓝天的区域 每一票都很重要 因为一个问候 可能在紧要关头 都会影响投票率 东西新闻孟佳安周一轩 在高雄采访报道 现在高雄选战实在太激烈了 所以蓝绿双风都喊话 希望不要再有抹黑的假新闻 现在就由民间团体发起了 We Care气球游行 预计星期六下落的两点 从高雄市文化中心出发 因为这几天高雄蛮热的 所以主办单位也号召 高雄人一起穿短裤短裙 加入游行 We Care气球大游行 倒数计时 出发点高雄市文化中心 已经有好几个造型气球 提前登场 短短两星期内 筹划出这场活动 每个单位都还在赶工 预计会有12个 大型的空飘跟地面气球 分为玫瑰花 小飞翔 千里眼 鹦鹉等四大队 陆续出发 117气球大游行 还有个在地特色 就是主办单位认为 高雄一年四季天气都很好 所以邀请大家一起穿短裤短裙 来响应 展现高雄的热情 11月中旬了 高雄正中午高温 还是突破29度 短裤短裙 成为高雄 长久以来的在地指标性穿着 甚至连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 陈其迈 几天前深夜开记者会 因为路边有民众发生车祸 陈其迈也意外被捕捉到居家的 短裤装扮 引起讨论 政治人物要加入我们的话 我们最后一个大队 有设定是给政治人物参与的 那政治人物参与 我们其实是抱着开放的态度 WeCare气球大游行 号称不分蓝绿 就是希望能在这场选战中 杜绝假新闻 学期要下午2点 将从文化中心出发 沿着五福二路 三路前进 一路走向公园二路 最后抵达铁道文化园区 全长大约5公里 步行时间需要2小时 终点站铁道文化园区 五台几乎已经架设完毕 再做最后阶段测试 主办单位说了 现在的网络报名量 已经超过2万人 而且不排除道场响应 有可能达到5万人 有机会突破高雄的街头游行记录 在地异文界 以及民间团体 发起WeCare气球游行 拒绝网路霸凌 选战倒数蓝绿攻防激烈 高雄联盟号召港督人 用行动走出沉默螺旋 多瘦李军李华生高雄三部报道 现在全台湾大端忙选举的同时 其实还要来注意这个议题 因为我们的防疫恐怕拉紧爆了 为了防堵非洲猪瘟的疫情 网购平台主动下架疫区的肉制品 非洲猪瘟可以说是猪肢的黑死病 致死率百分之百 目前是完全没有药物 也没有疫苗可以治疗预防的 其实非洲猪瘟最早是在1921年的肯亚出现 之后就逐渐的扩散 包括了欧洲俄罗斯都曾经传出疫情 没有想到连中国大陆都沦陷了 现在疫情已经延烧到了18个省 是亚洲首度出现了非洲猪瘟 而且它是非常麻烦 不但难治 而且你可能完全不会发现 只会发现猪可能身上有一些红斑 高烧达到了41度 但是会让怀孕的母猪流产之外 它可能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之下就死亡 即使你是把猪肉拿去冷藏 或者是冷冻 病毒 还是可以存活 进入台湾的话 整体产业的损失可能会超过2000亿 一个个猪只尸体堆成小丘 全数用火烧毁 中国大陆8月爆发非洲猪瘟疫情 到现在风险还没停 亚洲各国严防拉起非洲猪瘟警报 因为只要一只猪感染附近的猪都得通杀 非洲猪瘟堪称猪之黑死病 比口提议更可怕 至今没有任何疫苗能防护 受感染的猪只有死路一条 感染后会出现多种症状 其他常见症状还有发高烧 达射是41到42度 尤其在耳朵尖端 腹部 以及四肢末端的皮肤上 出现发散性的出血红斑 而怀孕的母猪会流产 可怕的是有时猪脂染了非洲猪瘟 根本没有症状 认识ASF是不容易的 常常的猪瘟都没有显示 你只会遇到他们死 实际上 可能会有三至四天 让一个疾病的猪瘟 显示症状 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会有15天 这全得看非洲猪瘟 是超级性 急性还是慢性 1921年非洲猪瘟 在坎雅第一次被确认 到了1950年代后 疫情传到南欧 甚至西欧法国 结果到了2007年 非洲猪瘟往东 又传到东欧各国俄罗斯南部 甚至去年俄罗斯的非洲猪瘟 疫情大爆发 扑杀超过200万头猪 你想到今年比利时 也验到两起案例 非洲猪瘟也跨到太平洋 中国大陆首度发生 非洲猪瘟 让亚洲各国大为紧张 虽然非洲猪瘟不会传染给人 但只要人身上有病毒 与猪之接触 猪就会染病 更可怕的是 别以为非洲猪瘟 只存在活猪体内 病毒可存活在冷藏猪肉100天 患病的猪肉冷冻后 病毒也能冻存达1000天 将近三年之久 如果有民众 把感染非洲猪瘟的 中国猪肉商品 带回国内 就算当厨余丢起胃猪 台湾猪恐怕也会沦陷 一旦传进台湾 产业损失估计 将超过2000亿元 因此民众 千万别为了一根 中国香肠 害死台湾上百万头猪 东西新闻江一清 您可以报道 大陆改革开放40年 台商也跟着在其中 找到各种机会 以珠宝台商来说 他们一开始是以大量生产 外销海外为主 但随着大陆经济蓬勃发展 也转向发展内需 近期发现体验经济崛起 珠宝二代再次转型 發展观光工厂 博物馆 要借由旅游带动消费人气 就是在做小配件的预料 既是生产的工厂 也是观光景点 在这一家台资珠宝工厂 原料切割 打磨 雕刻 以及钻孔 串珠等等加工过程 游客都可以完完整整看得透 和珠宝加工厂线相比 业者投入3亿美金 从世界各地松罗来7000多件其实 就对游客更具吸引力 里头特大的英零珠 足足有三个足球那么大 重大一公顿 另外还有一艘天然水晶制作的水晶船 用天然石头雕刻出来的荔枝 形状 颜色跟真的荔枝 几乎一模一样 像这样的石雕精品 摆了整整四桌 山珍 海味 点心面食 蔬菜 水果 通通都有 大陆经济持续成长 名称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 业者看准十几名人口 购买珠宝的商机 20年前从外销转上大陆内销市场 成立了自由品牌 發展加盟连锁 从97年到04年这段过程 我们平均是一年一百家专卖店 这样在启动 历经十几年来 蓬勃发展 大陆的珠宝市场 从供不应求 逐渐变成供过于求市场竞争激烈 随访沈多时事 进行第三次的转型 切入现在正夯的旅游产业 透过旅游 透过做珠宝文创这样的一个概念 来带动所有的 我们石头机的专卖店 让更多的人了解石头 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专卖模式 只有根据市场的变化不断转型 才能够像苏伊坊的事业一样 越做越大 愈发光亮 董事新闻综合报导 总统参议员文跟行政院长赖清德 今天晚上到花莲 替县县长候选人刘小梅助政 来看稍早造势晚会的现场状况 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改变花莲 让花莲越来越好 大家说好不好 我对花莲很有感情 还没有做总统以前 我就常来花莲 我的课语老师 就是我们花莲凤林人 有没有凤林人在这里 有 我的课语讲得很像你们的 这两年多来 我做总统 更是密集的来花莲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觉得花莲值得更好 也必须要更好 区域均衡 这个词每一个人都会说 但是只有我们执政的时候 是真的用心在做 花莲有山有好山好水 有最丰富的族群文化 这么好的风景 跟文化 我有决心 那院长也有决心 我们不只是要让台湾人知道 也要让全世界都看得到 大家说好不好 选战最后倒数 总统蔡英文马不停蹄 全台助选 希望也可以拉抬民进党的选情 选前的黄金周 蓝绿两党的高雄市长候选人 韩国瑜跟陈其迈 都把握机会来冲刺 明天星期六 两个人各自有什么行程呢 时间交给欣梅 好 女生观众朋友 明天就是选前的超级星期六了 其实全台各地 所有的候选人 都要把握最后的时间 来赶快冲刺选票 我们就带来看到 现在非常紧张的高雄市的 这蓝绿两党的候选人 明天的行程先预告给大家 首先在下午会先登场的 是陈其迈阵营 这是他会出席一个 由民间所发起的 这个游行的活动 叫做117WeCare的 这个气球大游行 现场他们会提出了很多的诉求 包括了有分座不同的大队 而整个期间时间是在下午的 一点半 然后呢 从整个高雄市的文化中心 一路步行到铁道文化园区 全长大约是五公里的路程 预估呢 大约步行的时间 可能是两个多小时左右 从下午两点钟呢 预计会正式的出发 而这一场活动 据说现在网路上 这个报名的人数也突破2万人了 主办大外就预估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呢 会有超过5万人来到场响应 而到了晚间的时候呢 则是韩国瑜有这个动员造势大会 地点就是在凤山 而且呢 光是从海报上面看起来 很多人形容说 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群星会的演唱会等级了 因为找来了非常多的艺人 包括了荒谬大师沈玉琳 还有包括了许多的歌手 甚至啊连着歌曲曲目歌单 现在也都列出来了 包括要唱这《黄昏的故乡》 还有包括了《快乐的初凡》 以及《世界第一》等 还提出了说有条件的话 可能可以加码再唱《爱你一万年》等等 这明天超级星期六 蓝绿两党都要呢 来激烈厮杀 再把时间换给雨树 选战打得激烈 候选人的竞选歌曲也朗朗上扣 台湾候选人的竞选歌 大多带有台湾民谣的演唱风格 以自然景色以及体验作为影域 强调候选人跟土地之间的连结 希望引发共鸣 反观在美国 像是总统大选的竞选歌曲 大部分都是已经存在的流行歌 用意只是要朝热气氛 让选民嗨起来 选择总统员是为一名候选人 竞选歌曲是一定要的 春天的花蕊 由美的歌词与曲调强调与土地的连结 不只是助选大功臣 还成为流行一时的畅销歌曲 事实上台湾竞选歌曲 偏好强调自然体验 作为抒发本土情感的年酌季 另外有的竞选歌曲 则走一听就洗脑路线 而为了加强近一点 候选人的名字 有时候就直接变成了歌词 事实上在竞选歌曲中 大喊候选人名字 在国外也出现过 美国自从1800年 就有总统竞选歌曲的传统 主要是加强选民对于候选人的记忆 一直以来 美国竞选歌曲都怪是起人创作 但近年来则改播放长销歌曲 让支持者情绪更投入 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 以皇后合唱团的 We are the champions 我们是冠军来炒热气氛 We are the champions of the world 博却遭到皇后合唱团发表声明 不同意使用 而过去在雷根时代 也曾发生竞选歌曲遭拒绝事件 有民进党的立委跟议员指控 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疑 疑似逃漏税 侯友宜回应这些质疑 就像是一座高污染的政治燃煤电厂 抹黑全开 用负面的选举大量制造空污 不管这番话是暗指谁 侯友宜主要用意 还是接下市长棒子 虽然有主场优势 也得加强攻势 就来攻残攻击 没推草的病 侯友宜嫁害病 都笑笑嫁害病 对务要勤磨乱 忽然忽然 在因为那些什么自称 工厂的功能一堆 火力一句比一句猛 因为民进党从立委到议员 接连发动攻击 说侯友宜有逃漏税嫌疑 还想要炒地皮 我好不容易 是关掉深奥燃煤电厂 现在高污染的政治燃煤电厂 没有全开 用这个负面选举 大量制造空污 伤害我们的政治 澄清归澄清 却不再想先前 面对大群管争议 亲自开记者会说明 毕竟选举只剩最后几天 加紧败票才是首要之物 突破扫街一小时 紧接着车队扫街 安全 提醒记者注意安全 自己却拼命把身体往外探 希望跟选民的距离拉更近 东方新外宣主理栗珊在新北报道 行政院长赖清德是新北市人 这一次选举当中也常常回到故乡 全力辅选同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苏真昌 不但帮他拍广告陪他办座谈会 还说自己选前之夜一定会再回到新北 有些吃味到底主角是谁 虽然参选市长的是苏真昌 但万里可是赖清德的故乡 其实我给所依与所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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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s明镜也一 super表交 俗真昌自认 经得起检验 同时也要检验對手 警咬侯友宜有逃漏稅嫌疑 原来是这样处理财产 原来还偷偷的去补税了 没有欠税怎么还要补税 没有逃漏怎么要补呢 被质疑 就自己把被质疑的讲清楚就好了 不用再去捞出别的 又生出别的东西 要来打这个乌贼战也不好 就算不想乌贼战 离投票日剩不到几天 大概也无法避免穿枪舍战 在台湾大学有一场农业政策座谈会 找来了各界的专家共同探讨 目前台湾农村所面临的经济课题 以及如何打造一夜移居移游的台湾新农村 为了打造一夜移居又移游的新农村 有一场农业政策座谈会 就找来产观学界专家一起讨论交流 希望透过各界的专家 针对台湾现在重要的农村的农业发展的课题 开放有一个公共对话的一个平台 惠中提到台湾正面临其他先进国家农村 都面临到的少子高龄化危机 不过同时也有一股新的农村力量形成 包括现在我们所谈的农村再生的一个新的想象 包括我们现在有谈的很多的地域再生 或者是地方创生的这样的一个作为 我觉得这些相关的政策其实可以做一个统整 变成是一个新的农村发展的一股新的力量 通过农村的产业活化 社区的振兴以及人力回归等三大面向发展 期许永续新农村的幸福想象就在不远处 东森新闻正红生虾雅齐在台北采访报道 新美市瑞芳在下午四点半发生了严重车祸 位在滨海公路76公里处有一辆箱形车跟小客车发生对撞 结果造成两台车子的车头全毁 这辆深灰色的箱形车 车上有六名乘客 部分乘客轻伤没有大碍 而另外一辆白色小客车 车门严重变形 地上还流了一滩血迹 因为车上的女性驾驶一度受困 锦销赶来 费了好一番功夫 才将女驾驶救了出来 她的伤势不轻 腿部骨折 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两辆车有五个人受伤 送医救治 初步了解 疑似是白色小客车逆向造势 但详细的原因 警方还要调查 在北台湾买新房 这公社比平均达到了32.4% 创刹30年新高 其中宜兰休闲设施更多 公社比高达38.6% 户外沙发遮阳伞还有超大游泳池 不少新大楼内都有多项休闲设施 却让北台湾新房公社比 平均达32.4% 创下30年新高 公社比越多 住宅空间就会被压缩 对 因为还是会想要住 比较大一点的房子 会浪费太多钱在买那些公社上面 公社使用性见仁见智 以区域来看台北市公社比34.2% 新北桃园都破31% 宜兰县更夸张来到38.6% 就是因为有较多温泉宅等公社较多的住宅 现在不管是管理室机电设备 甚至是我们说一些收发的设施装备 或者是还有一些垃圾集中 资源回收的这些场所 其实都很占面积 逃生梯空间也不小 尤其法规明定八层楼以上的住宅 必须设置双逃生梯 也让公社比降不下来 逃生梯其实是影响最大的 在921以前跟之后 基本上它的规定都不一样 也会影响到一方面 是建商的成本会支出比较多 另外一个就是一般消费者 未来在买公社的金额 会占的比例比较高 虽然担心需品越买越多 但即使改买公社比较低的公寓 也有其他忧虑 怎么会想说买老公寓就好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到有管理员 我一点都不想买 为什么 因为又要缴地价税 房屋税 又要那个贷款那些也那么高 房价高已够苦花一大笔钱 却又买不到空间 买房真的是让民众很头痛 东森 财经新闻 刘备喜何昆元 台北刊豪报道 怀疗 像是贿受的